我们接下来要上这一段叫做物质的分离 就是把混合物当中的东西拆开来拿出来 叫做物质的分离 那我当然是会利用它某一个性质不同 然后产生不一样的现象作用 然后把它分开 比如说我们前面教的牛粉跟铁粉混合的时候 我的磁铁跑过去 铁粉会被吸上来 我就会把牛粉跟铁粉两个分开来了 所以我就要用某个性质把它分开 所以等一下在教物质分离的方法的时候 你就要晓得就要注意 我是利用什么性质的不同将它分开来的 我们有教过几个分离物质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叫做溶解过滤法 丢到水中喇喇之后再经过过滤 有一些不溶的就留在滤子上面 会溶的就通过 所以我们就说是溶解度的不同 其实就是可溶跟不可溶 但是我们的说法上说就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 把它分离 另外一个叫做蒸发结晶法 就是我去煮 然后液体 水 跑掉 底下留下了一些结晶的物质 就要做蒸发结晶法 要做结晶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那我们这里讲的叫蒸发结晶法 那么煮 水 跑掉 气体 沸腾 所以我是利用废点的不同 废点低的就跑掉 废点到的就留下了 所以我是利用废点不同 把物质分离 另外一个方法叫做蒸六法 蒸六法也是去煮 然后有的跑掉有留下了 那跟刚才的蒸发结晶法有何不同 等一下刚刚各位做说明 反正就煮就对 就会去煮 好 然后这个呢 课文上现在不太教了 但是我们还是介绍 叫做绿紫色层分析法 简称层吸法 就是那个 那个色素放在绿紫上滴水 然后水就融掉到往外跑 有的跑得比较外面 有的跑得比较里面 那叫做利用附着力的不同 类似的方法在大学的时候 也拿来做很多的实验 就是用这种类似的想法 以后再说了 到绿紫色层分析法 利用附着力的不同把它分离 那我们混合物 我们在做家政客的时候塞那个面粉 摇摇摇一摇 一些颗粒的大的就留在塞网的上面 其他小的就通过 然后把那个它分开来 那个结块就不要它了 这个叫做过滤 单纯的是过滤 那这是利用所谓的颗粒大小的不同 但是我们等一下要交的十年的精致的时候 那我要加水去溶解 所以把它叫做溶解过滤码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过滤码 所以要加水溶解 那么我们说过的结晶方法有很多 那我们是煮一煮让它跑掉 然后留下结晶的东西 那我们所以叫做蒸发结晶法 那么以后你可能会学到其他种产生结晶的方法 那以后再说 就是蒸发结晶法 刚才讲说蒸发结晶法 煮一煮背点不同 蒸六把 煮一煮背点不同 那有什么不一样 在蒸发结晶法的时候 原则上我只是要留下来的晶体 所以跑掉的那个蒸气 我是不理它的 就出去吧 可是在蒸六把的时候 我是要把东西 两个拆开来分开来 所以跑出来的蒸气 我还是要它 我还把它收集起来 冷却它形成液态 把两个东西分开了 所以有一个是我只管 我只看到剩下来的结晶 另外一个是 我会要那个烤出来的蒸气 想知道它什么东西 要把它冷却变成液态 所以这两个方法 最后的结果有一些不同 但是想法上都一样 就是加热 利用背点不同 把物质分离 分六把 蒸六把 分六就是我们之前提过 博三的时候会再讲一次 分段蒸六 那为什么要分段 因为东西太复杂 所以要先分段 粗分 因此分六成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混合物 它也是一样就组一组 分段 然后产生东西 但是分六把出来的混合物 它也是利用分费点的不同 加热分解 那另外我们还学过一个叫干六 隔绝空气加热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化学变化 它是隔绝空气加热之后 使它分解 所以我们当初学过那个 木材的干六 竹块的干六 会产生气态 液态 固态的产物 固态产物 它基本上是一个化学变化 化学变化 而我们的分六或者是所谓的真六 基本上是物理变化 所以我们学过三个六 真六 分六 跟干六 那么 真六跟分六都是利用废品不同 基本上是物理变化 干六是要隔绝空气加热 它基本上是一个化学变化 隔绝空气加热 使它分解 所以我们各位说明一下 先跟各位介绍 我们分离物质的方法 以及它是利用什么性质的不同 那么等一下就可以跟各位讲 我们去把东西怎么做 让它分离 OK OK OK